今天30號清晨1點14分分級接到民眾報案 在119縣過溪往桶頭就4公里處 民眾報案有一台車子停於路邊 那我們接到民眾報案之後 第一個過溪走到現場之後 發現這個車子已經沒有生命跡象 本分級率及成立專案小組 調閱旁邊的入口天出系統 積極調閱過往的車輛 尤其針對轄區的自然人口加強查氣 大概知道是因為什麼原因被槍擊吧 目前槍擊的原因還不明 那他那個死者大概中了幾槍 然後達到哪個部位 死者中兩槍 一槍在頸部 一槍在顧部 我們到場有時候已經明顯死亡 沒有生命跡象 到場救護人員判定 已經沒有生命跡象 初步了解是情殺仇傷還是財傷 目前還不是很清楚 謝謝 謝謝 謝謝